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初恋 三二 我一定要吃饭 一桌好菜就用一口锅 英语老师带来快手立体烹饪法 大厨有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首先最底层是最不容易熟的 第二层一般都是主食 最上层我们可以蒸两个小菜 大厨就用一口炒锅 就能做出鲑鱼大餐和香浓意面 今天我是打不同的食材 分不同的顺点 分不来炒 中途我都不带刷锅的 一口锅如何花样不断 敬请期待本期回家吃饭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回家吃饭 我不知道你曾经有没有这样的困扰 什么困扰呢 就是我们要多一点时间陪家人 要给家人做一餐好菜 这是一个大的矛盾点 因为你在厨房做好菜的时候 你就耽误了时间 而没有时间陪家人 有没有一个法子 我们把一桌好菜做起来 时间很短 我还有时间去陪家人 有吗 我相信一定有 因为今天我们特地联系到了 一个达人还有我们的大厨 就要用一口锅做上一桌菜 接下来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您好 您好 我得先跟人家合适 必须的 女士优先 女士优先 我要隆重介绍一下 因为今天我在底下沟通的时候 我有种心里发虚的感觉 真的 殷语老师好 您好 您好 刘老师好 刘老师 我高考没考好 刘老师 我们先给观众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 我叫刘靖书 来自大连 是一位英语老师 同时也是一位自身的厨房爱好者 刘老师是带高三的 带毕业班是不是心力交瘁啊 哎呀 对呀 晚上时间更少了 晚上时间更少了 所以您就琢磨出一个方法来 能够让极短的时间 我能在厨房里导吃一桌菜 然后更多的时间能陪家里玩 对对 对吧 我会用一口锅做出一锅菜 底下是汤羹 中间是蒸馒头啊 蒸糕啊之类的主食 然后在上面是一个热菜 小凉菜 太好了 好美 来 马爷 大家好 马建平 是一个专业的厨师 一桌菜用英文怎么说 一碗的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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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 马爷 不 好 特别好 特别好 来来来 刘老师您请了 那我们今天首先制作的是 猫猪鸡汤 那我们主要的材料 这个鸡肉 这是焯好之后的 焯好之后的 焯水非常简单 只要加一勺料酒 冷水下锅 注意这一点就可以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先炖鸡汤了 炖鸡汤 好 来 这是下锅炖到哪儿 炖到这层是吗 水要多加一点 水要多加一点 因为我上面还有蒸好多的菜 所以我们要多加一些水 要倒到2.5倍 比原来的水量 因为我们要有一个 它挥发的一个空间 这个方法还挺好的 你用鸡汤来蒸馒头 那馒头有多香啊 然后我们就简单地加一些 去腥的食材 加几粒大料 几片姜 姜 开火吗这会儿 开了吧 开也可以 再来一点香叶 对 香叶 这是哪儿的 真魔 非常滋补的 是 不需要加太多的调料 出锅撒点盐就可以 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烧开之后 转小火 好 然后我们在这个时间 我们就可以制作米饭 制作的是五股杂粮饭 是营养丰富 是 特别加了有孩子啊 还有老人啊 他是需要更多的营养 更多的膳食纤维 您几个孩子 我两个 刚刚一间了一个小宝宝 哇 所以时间更紧了 哎呦 天哪 今天时间不够陪孩子 是啊 所以就是想到了 这么一个方式 太好了 两个孩子 然后你还要带一大帮 那帮孩子有多少啊 那帮孩子 一个班级是五十个人 有一个平时交两个 大班 一百个孩子 就是工作一百个 回家有两个 哎呦 天哪 那我们今天那个杂粮饭 大家可以平时家里有什么样的杂粮放什么 比方说糙米 对身体是特别好的 如果有红豆绿豆啊也可以放 但是像这一类的豆类的和粗粮米的 大家要提前泡好 提前泡好 泡要泡多久 泡两个小时以上 然后我们像大米小米啊 直接在淋下锅的时候洗干净就可以了 这个是玉米粒 口感上丰富一些 然后我又添加了南瓜粒 红薯粒 因为我家里有两个小宝宝 他们吃这个觉得特别香甜 然后对身体也好 然后我们这大碗啊 比较大碗拌均匀 这样好拌一些 待会我们可以都挪到小碗里面 这样的话好蒸 这个大碗有点高 换成小碗 这样可以包平 然后我们就可以加水 适量的水 它是要没过这个水面 一个纸截是最好的 好嘞 好嘞 然后我们就可以放在第二层了 好 哎呦喂 这汤已经开了 关小火了 待会我们把它放上去之后 对 转成小火 等多长时间呢 我们汤是45分钟 然后这个米饭30分钟 好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进行下一道 下一道我们就是 腊肉蒸芋头 也是非常养生又美味的一道菜 这个腊肉我们提前要用温水泡一下 因为有的腊肉太咸了 然后它的味道对老人和孩子来说 故意咸 这是我们为水泡好的 然后我们这个腊肉切的时候 不要切得太厚了 因为我们要和芋头一起蒸 如果切太厚的话 可能腊肉还没有熟透 芋头已经熟烂了 应该可以了 可以了 好 来 这个芋头我们如果说提前切好的 是需要泡下水 因为它会变色 芋头大家看一眼 我们切的会稍厚一点 因为这个腊肉它可能会比芋头鲜熟一些 所以我们切厚一点 两个就同时熟了 然后我们摆放待会还有技巧 明白 我们先把肉在底下铺一层 我们上面再摆几片芋头 这样浇剔的来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腊肉的鲜味 就可以渗透在芋头里面 如果家里可能说对味道要求比较多的 我们可以再撒一些盐和糖 因为芋头本身它是没有味道的 所以我们撒一些 然后再摆一层腊肉 待会我们用保鲜膜包起来 就是怕它这个水蒸气滴下来 滴到腊肉的上面 这样的话会影响腊肉的口感 你们家有学生吃过您做的饭吗 有 还真有 有的学生可能家人或者父母什么 工作时间太晚了 有的时候他可能就回不去家 我们家离学校近 晚上饭还真有在我们家吃过 然后后来他直接就告诉他爸 他妈说你们不用来接我了 我去我们老师家吃饭吧 这个需要挣多长时间呢 这个需要挣25分钟 所以时间就刚刚好 其他45分钟 30分钟 25分钟 整个游城 对 老师你是教数学的吗 这个筒头都特别好 对 他把这个顺序把握得特别严谨 对 接下来我们蒸茄子 好 这个茄子我们切成大概像手指一样的大小 大家看一看 另外一个 看不看上面有一些水 对 这是因为我提前用一勺盐腌过了 它一个是待会儿好蒸 另外一个它提前入了一些味儿 蒸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都可以 好 蒸上了 这个时间呢我们就可以制作蒸茄子里一个淋酱的料 先拿一个小碗 好 我们需要首先加入这个太太乐的三重鲜的这道酱油 这道酱油它是林田家 我们家里经常用 因为我们家有孩子 所以对于调料的要求非常高 味道真的挺好 特别适合凉拌和点蘸类的食物 好的 然后这个是醋 醋 蚝油 蚝油 然后这个是香油 香油 这是辣椒油 辣椒油 喜欢吃辣的可以多放点儿 以下有孩子我辣放的稍微少一些 然后再放一点点糖 因为我们之前茄子腌过了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不放盐了 给它搅一搅 但是呢我觉得第一次咱们吃这个可能会新鲜 但是要一个星期七天咱都这么来的话 我觉得稍微会 时间久了就有点麻烦了 我这我这有一个小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一周七天都吃不同样的 每天都是不同样的菜 我们一起看一下 好 那我们接下来的重点呢 那我们接下来的重点呢 就是我们在一锅粗 有这么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你放的食材 首先最底层是最不容易熟的 比方说汤啊 炖菜啊 它的时间可能三十分钟到一个小时 然后我们第二层一般都是主食 也是三十分钟左右 最上层呢我们可以蒸两个小菜 肉菜二十分钟左右 素菜十分钟左右 这样的一个顺序 咱们呢只要是有想法有创意 你懂得一个巧搭配 咱们天天都可以不重样 那刘老师我是看着点的 这一节课四十五分钟快下课了 咱们这应该也差不多了吧 我们这个菜基本就做好了 现在可以接锅了 好 来吧 开始 热气腾腾的一锅放菜就好了 我们这个鸡汤啊 可以给它撒一点盐 撒些葱花 香菜 茄子我们给它摆盘 然后放上酱料 然后我们再撒上一些配菜 蒜 一个是提味 一个是颜色更漂亮 三种颜色的椒 这叫彩虹茄子 这个名字好美 大厨讲这个名字真好 腊肉我们直接一扣就可以 可以啊 挺好挺好 好鲜啊 的确很鲜啊 的确不错啊 这个是老少街仪 对 特别自补 每个人来玩这个刘老师做的米饭 这是五股杂粮饭 真好吃 真的吗 哇 入口计划 这个彩虹茄子太棒了 非常软糯 这个好 好 有点芋头扣肉的感觉是 它这个组合确实是老少街仪 对 老人吃茄子也没问题 吃芋头也没问题 小孩又喜欢这种五彩缤纷的颜色 真的特别棒 第一呢 节约时间 而且呢 他这个时间统筹管理非常好 刘老师不光能统筹时间 还整个统筹人生 太完美了 太美了 太美了 刘老师 林添加三重仙换个好味道 太太了原味鲜酱油系列 喊您回家吃饭 先将鸡肉焯水 洗干净之后 把蘑菇和鸡肉同时放到锅里面 加上姜片 葱段 大料 盐 水 大概是45分钟的时间 我们的蒸饭呢 是用五谷杂粮来做的 那我们提前呢 要把这个五谷杂粮用水泡好 上锅蒸30分钟左右的时间 我们的腊肉切薄片 芋头切厚片 先放腊肉 接着放芋头 这样层层叠加 每层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呢 抹上糖和盐 盖上保鲜膜 上锅蒸25分钟的时间 茄子呢切成条 撒点盐呢 腌5分钟的时间 装盘 盖上保鲜膜 蒸10到15分钟的时间 淋上这个酱汁 撒上配菜和蒜末 就做好了 今天我给大家准备的这道菜呢 也是一口过来完成的 但是呢 您那个是蒸出来的 我这个呢是 尽量烹炸都用到 烧出来的 这哪是一桌菜 这不就是一个菜和一个面吗 接下来 现在看您了 好嘞好嘞 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没关系 大不了从此退出厨房 不会的 说了再也不进厨房了 不会那倒不会 我这还有个疑问 您说 得请教一下吧大厨 虽然说这一锅出是好 这一天七天全是蒸菜 难免家人会失腻 我就想有没有其他做法 也是一锅出 但是改变一下这个菜 做菜的方式 好 没问题 今天我给大家准备的这道菜呢 也是一口过来完成的 但是呢 我跟您这个有点区别呢 就是您那个是蒸出来的 那么我这个呢 是煎炒烹茶都用到 烧出来的 太棒了 太棒了 有请 好 咱们先处理一下食材 这个油菜呢 咱们先改一下刀 把多余的叶呢 给它去除掉 刘老师您帮我稍微做点热水 好嘞 稍微宽一点 就焯一点青菜 好了接下来呢 咱们切蘑菇 这个是干香菇 干香菇 我提前已经发好的 这个香菇就主要是提个鲜是吗 待会呢我会用两种蘑菇 一个呢是比较常见的这种干香菇 还有一个呢就是云南的油鸡粽 这个油鸡粽 所以今天这道菜呢叫 菌菇酱烧鲑鱼 菌菇酱烧鲑鱼 我也得好好学学 我特喜欢吃鱼 这些都够了啊 油鸡粽这个蘑菇呢 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的香味很浓 咱们呢给它斩一下 这个呢是油鸡粽呢 咱们拿油呢给它泡好的 这个可以人工养殖出来吗 那可以可以 这油鸡粽是可以的 水开了呢 咱们先焯一下菜 锅中呢放入盐 糖 放一点油 放入油之后呢 焯出来菜呢 会颜色比较漂亮 咱们把青菜放进去 给它烫一下 那为什么要加糖呢 因为这个油菜本身有一点苦头 加一点糖的话呢 会中和一下它这种苦涩味 明白了 谢谢了 您看咱们呢 今天做的菜呢 就是保证一锅出 先来处理的呢 是咱们素的食材 待会再处理其他的食材的时候呢 咱们这锅不用刷了 放一边 我把水倒掉 您看这个锅呢 它很干净 因为是咱们焯完素菜了 是吧 咱们把油呢倒进去 咱们炸鱼 哦 这个鱼呢 咱们烧着油 让它温度上来 咱们给它改一个花刀 直接呢 就是斜着一字切下去 一直到中骨 到骨头就不要再切了 打开的目的呢 主要是为了让它入味 快速成熟 处理完之后呢 咱们呢 给它稍微的腌一下 少量的 加一点盐 加一点点胡椒粉 主要呢 让它呢 入入味 还有呢咱们的黄酒 咱们呢 用黄酒 不用料酒 黄酒的味道 要比料酒香 浓 腌多久 腌着三分钟左右就可以 只要油温上了就可以 咱们腌好了它 之后呢 倒点吸油脂 把水分给它都吸掉 少把它溅出来 因为它味道呢 已经到鱼肉里面了 咱们把表面的水呢 稍微的吸一吸 免得它是噼噗噗噗噗 文大叔 我们家里如果没有这么大的锅 或者也倒不了这么多的油 煎行吗 这个步骤 有两个方法 一个呢是可以用不粘锅煎 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 把这个鱼呢一开二或一开三 改成小块 都可以两种方法 但是今天呢 我主要是为了咱们突出一口锅 能够做这个整条鱼 所以呢我就相对来说 倒的油多了一些 咱们整条的炸 好 而且呢今天我做这个菜呢 主要考虑到呢是 拿着一口锅分不同的顺序 把这个不同的食材分布来炒 中途我都不带刷锅的 来做到这个菜一锅出来 不是像刚才一口锅蒸着同时出锅 而是一口锅我不刷 一次先后我们把菜给做熟了 是 嗯 好了咱们油温差不多了 咱们放进去 炸这个的时候呢要小心呢 它容易糊底 所以要经常冻这个鱼 如果是煎的话就需要翻一下面 对如果煎的话就要翻面 这个鱼就熟了 咱们给捞出来 您看炸完这个鱼的颜色呢是这样 金黄色的 是 现在已经熟了 嗯 把油呢倒了 锅中留的这点底油呢就基本够 好 好了这时候呢咱们就开始煸葱姜蒜 好 马大叔 一般炸过鱼的锅啊 锅也先洗一下刷一下 嗯 否则的话它那个鱼味就特别重 换到下一个菜里 咱们现在就是用它这个油去烧这个鱼 哦 所以说呢咱们无所谓它的腥 哦 把这个葱姜蒜呢咱们煎出香味来了 咱们放入呢三四里八角 嗯 也是起到去腥的作用 去腥提香 煎入香味之后呢咱们开始加入热水 这个热水呢一定要加的多一点 嗯 待会呢咱们还要用这个汤汁去煮面 哦 哦 所以说这跟以往的红烧鱼不一样 嗯 咱们加入的呢准备好的料酒 嗯 还有刚才咱们切好的香菇 又鲜又香啊 又记作 还特别营养 嗯 这个是海鲜酱 海鲜酱加入之后呢 除了去除腥味以外呢 还会起到这种增鲜 增香的作用 嗯 刚才呀刘老师做菜的时候 我偷偷尝了一下 嗯 咱们这个三重提鲜的太太乐 这个酱油我还真是第一次用 对 味道非常好 今天呢我就用这个酱油 好 那么咱们再加点呢鸡精 鸡精 再加点糖 糖 胡椒粉 嗯 调完味之后呢 把炸好的鱼放进去煮 还需要呢加一些呢 太太乐的酱蘸汁酱油 嗯 这个过程要的长吗 这个是相对时间长一点 嗯 这个鱼呢要煮四五分钟 也是让它入味吗 对 需要入味 嗯 千滚的豆腐万滚的鱼啊 是 咱们把葱姜呢 嗯 葱姜蒜开始给它捞出来 嗯 咱们现在呢把葱姜已经挑干净了 嗯 这时候没有完 嗯 您呢给我拿一个成鱼的盘 好 咱们把鱼呢给它出锅 你看这颜色里面都鱼都入味了 嗯 对 好了 这个汤呢 刚才我说呢 故意要选的多一点呢 嗯 就是接下来呢 拿它去煮一下咱们意大利面条 嗯 煮食也有了 诶 煮食也有了 嗯 那这个时候这个汤其实就不会有腥味了 完全是有腥味 它不会有腥味 对 啊 我是一路看着一路咽口水啊 主要啊 这个菜呢 它的原子呢 它蘑菇的香味 嗯 再加上鱼肉的香味 嗯 再加上尤其咱们这么好的姜油 嗯 所以这种三重提鲜 嗯 诶 说实实那是快 嗯 这面条已经好了 嗯 咱们呢给它捞出来 绝对鲜 这个面 是 接下来呢 咱们的最后的一个工具呢 嗯 就是给它勾点芡 你这是要浇汁吗 对 我准备浇汁 因为我这个菜呢 是一个组合吧 嗯 我呢提前准备好了小盘 小碗 嗯 待会我会给它拼在一起 啊 期待呀 真期待 马上就好 把这个汁给它浇上 嗯 把咱们准备好的油菜放进去 嗯 为边 还有呢 我提前准备好的葱丝和红椒丝 嗯 你也是彩虹鱼 对彩虹鱼 好 来吧 咱们试试 来来来来来 感觉如何 我来吃精彩 太鲜美了 嗯 真的 不愧是大厨 哇 大厨 这个鲜 嗯 我舌头两边已经掀出甜味来了 嗯 那种甘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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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大厨 劳苦功高 谢谢您 嗯 嗯 好鲜啊 嗯 尝尝鱼 哇 好闷 好鲜 哎呦 回去一定要试一试 好 炸鱼这一步我会给他赶上煎鱼 鱼 因为我家里有小朋友 嗯 可能收入油量要少一些 其他的我一定会原模样的去向您学习 好的 好 真的很好 哎呀 谢谢马厨带来这么好吃的一道菜 林添加三重鲜换个好味道 太太了原味鲜酱油系列 喊您回家吃饭 锅中呢 加水 加盐 糖 放入青菜给它焯熟 把鲑鱼再刹好 打斜一字刀 锅中加入大量的油 烧到七到八成热 放入腌好味的鲑鱼 给它直接炸 锅中留底油 煸香 葱姜蒜 八角 加入热水 依次再放入海鲜酱 油鸡粽 香菇 接着呢就是调味道 把炸好的鱼放进去之后呢 大火煮开 小火慢炖 煮入滋味 再放入面条 煮熟 摆盘就可以了 有腾消毒 江湯 行吗 太好了 就过去了一股香味 不再自己表扬自己的 做一个说自己好一下 你真正体现你的大力 今儿就跟他教练了 别忘了 回家吃饭 回家 不要回家吃饭 马大厨也同样 是一口锅 我们直接就做了一桌菜 而且呢 我们有面 有菜 有鱼 实际上也算是一桌了 是 非常非常的鲜香 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 给大家提供的两个做法 一个是蒸 一个是烧 不知道您喜欢哪一种 您到底爱哪个方法呢 我们也带回家 让自己的家人 一起来好好品尝一下吧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今天的回家吃饭 下次节目不见不散